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寻找宝藏 好了 该我了 对不起 是我的球 运气太差了 好了孩子们 我要求你们整个早上都要认真打球 难道你们没看见我们正在读书吗 我们会尽力的 但我不能代表奔奔他们队 小霸 你听着你发球不够用力 而阿福呢又用力过猛 难道我们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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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写的是什么 上面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杜小霓上面写什么了 杜小霓上面写什么了 这个图画了什么 我知道 这应该是一张藏宝图 你为什么不大点声说 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听到了 我们要怎么找到东北方向 这样我们就能朝那个方向走一百步 豆豆有指南针 我们可以找他借来用一下 我们可以找他借来用一下 我们去找 嘿 豆豆 你能把你的指南针借给我们吗 只用一下 马上就还回来 好 当然可以 好 当然可以 你们用他干什么 你看 我们 我们要去寻宝 我们走 我们得去森林里 然后数一百步 好 豆豆 豆豆我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 十 十一 十二 等一下 我数不清楚了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们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好 太棒了 现在 十五 十七 就这样 下面是什么 接下来 我们得继续往北走 而且有很多步骤的 都在地点一 那又怎么样 但是我们不能 为什么呀 我们的地图 是从地点七开始的 你们也在找暴藏吗 我们又来豆豆的家干什么 不是来环指南针的吗 不 我们来这儿 因为他的家在森林东北方向一百步的地方 那然后呢 就这些了 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呀 看哪 这里写着 第一页 那就是说 在什么地方有第二页 如果你们有第二页指 那么奔奔肯定拿着第一页 快看 他们过来了 好 能让我们看一下 你们的那一页吗 就一会儿 马上就把它还给你 那么给我你们的 就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把它还给你 我们马上就把它还给你 等等 我都还没有看完呢 你看书 比我走路都还慢呢 我们一起寻找宝藏 这不是排球比赛 我们应该合作 用这两张纸找到宝藏 是啊 为什么不呢 那会更有趣的 好 笨笨 还有多少步 到地点一 两步 一 二 我知道了 宝藏就在树洞里 好 那么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 我们离宝藏就只有两步 这真是个好主意 让他们忙得团团转 我们就可以安静地看金银岛了 在树洞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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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要砍几岛 在我洞里面 中文社荒里面 在树洞里面 那因为 便宜一下